大家好 今天是11月3号星期五 我们现在在湾区 今天天气很热啊 这可能是秋高气爽的最后一天 所以的话过两天大概会降温了 非常感谢大家在经过一周繁忙的工作 现在在美西的六点 在美东已经到晚上九点了 那感谢大家来参加今晚的夜谈 在这个讲座之前呢 我想先用几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合作方 我想这个大家对这个AFI呢 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那么对于今天如果刚来的朋友呢 稍微说两句 咱们AFI呢是美东 甚至甚至新的美国 规模最大也是最活跃的 华人社区之一 那么有200多个不同主题的微信社群 其中涵盖了创业创投职场 提升身心健康青少年教育 等等各种样的话题 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加入 AFI的这个社群 那我们这个联合推广呢 中间也包括我们这个中间呢 是微善 微善呢是这个 AFI的这个创业群的名称 那么也是一个独立的公益组织 我呢是群主 也是创始人 我叫Alan 我们这个创业群的主旨 也是为了创业者提供支持 大家合作共赢 互相照亮 We shine 那Kathy开心健身平台呢 是一个公益的健身平台 每天下午在每期的四点半到六点 会有教练免费带大家在网上进行快乐健身 不管是中国舞 瑜伽 重量训练等等 那么欢迎大家参加 Bay Area创新活动汇总 是一个公众号 大家可以关注 那么每个星期都会推出在湾区的各种创业活动大权 非常方便 值得关注 那贝贝宋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他的网站非常简单 就贝贝宋.com 所以欢迎大家关注 那么在讲的之前呢 请大家就是做个screenshot 就是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 那么这个黑色的呢 是这个AFI的临时群 你可以申请加入创业的大群 我们呢每个月都会有比较重磅的讲座 特别是下面几场啊 都是非常精彩 我们有大公司的高管 转成创业公司 公司CEO的 还有投资人 还有基金创始人来讲座 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每个月的这个 讲座大群 那么蓝色的码呢 是对于真正在创业的 或者说对创业非常感兴趣 愿意做义工的这些朋友们呢 那我们有一个深入交流群 请你填个表 然后呢自我介绍一下 就可以加入这个小群进行讨论了 那么好吧 我们现在呢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讲座 今天讲座的题目是 解锁情商社商 驱动自我超越 我们今天呢非常的荣幸的请到了 这个Stanford大学商学院的高管培训师 和咨询顾问宋贝贝女士 他呢也是国际机构认证的领导力的教练 和阿森纽维的创始人 他呢不同于这个商学院 这个教成功学的这个教学重点 宋贝贝老师呢 他比较注重内心的成长 今天呢他就会带我们 去了解何谓真正的情商和社商 怎么样能够从繁忙的mindful的状态 变成mindful的状态 那么会给我们讲解一个scarf model 帮我们意识到人际关系中 双方的不同来解锁社交中的conflict 同时达到同理和共识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舞台交给宋贝贝 你是也是我的好朋友 好 谢谢阿伦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早上好 刚才我忘了有没有提到 是不是也有中国大陆的朋友 是有的 也有是吧 所以那他们对他们来说 就是早上好了 那跟阿伦刚才提到呢 我们是在 是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是在斯坦福商学院的时候认识的 那之后呢 听说有AFI这个组织 我就觉得听起来非常的红火 红火做得非常出色 今天呢 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见面交流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呢 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去讲 所以呢 可能会比较生涩 而且我总的来说 这个在美国二十多年 将近三十年 中文也是非常的生锈 所以呢 讲的有有生涩的地方呢 希望大家能够多个多多的包涵 那在我讲之前呢 我想知道一下 最近大家有什么有什么样一个心情 所以呢 如果是你们自己能够花大概三十秒的时间 去或者是私底下 你写一下 或者是呢 你如果愿意的话 在我们的那个聊天框里面 去分享一下 你今天或者这个星期 这个几个星期以来 目前是什么样一个心境 什么样一个情感 这个呢 也可以是说 你自己的心情 也可以包括你的家庭 或者是你的 你的这个事业当中的 写下字 不需要解释为什么 只要把名词说出来就好 贝贝老师 是不是我们往下一页 让大家看一下可能的选项 好的 OK 那你们在写的同时呢 加心饼 焦虑 加心饼 感迷茫 joyful Oh very good very good happy almost always happy 那你看到我这这个 幻灯片里呢 有一系列很多的这个名词 我尽管是没有 去给它一一翻成中文 但我想大家也都是 英语也是足够的能够知道的 你可以再看一下 是有哪些词呢 是它会更细腻一些 比如说在happy当中 它有不同的程度 或者是不同的种类 sad 或者是fear当中 也是一样的 你看下哪一些 能够有共鸣 嗯 not too much interesting job ok 一半难过 一半充满希望 frustrated tiring sad pain or maybe pain anxious disappointed 哦 好像有人说 听不到声音 听得到吗 我听得很好 哦 ok 那我想也许是 他个人的事情 disappointed 感觉很忙 被老板知道 peaceful empathy curious happy 压抑 希望并存 joyful attentive wow very good 非常好 大家都是 好像是 能够察觉自己的 这种心情感受 emotional rollercoaster very good anxious disappointed tired 哦 很好很好 那 回头呢 我会再去 去讲 为什么 我们要 识别这些 这些名词 那么这个群呢 是 创业者群 创业的 朋友们 我想呢 很多人 那除非你是 非常的 怎么讲呢 非常独到 或者是非常幸运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大多数的人呢 他的日子 作为创业者 他的日子 情绪都会是 大起大落的 有的时候觉得 自己真勇敢 有别人没有的 这个远见着实 有的时候会觉得 哎呦 我这个人 我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怎么会 简直神经病 我为什么要 要去创什么业呢 真是一个疯子 那有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 会感受到这种 赢得了客户的喜悦 那么下个星期 又开始感到 这个要破产的 这个恐惧 有的时候会是亢奋 有的时候会是低落 那这个 哦 我没有再 幻灯片 那么这个情感的 过山车 刚才有人说 情感过山车 真的是描述 创业者是非常贴切的 这个情感过山车呢 也许不光是自己 你还拉着家人和朋友 或者是呢 也许你没有家人 或者是你这个 创业这个行为 并没有家人的支持 这样的话 你面对着他们的话呢 还会有压力和愧疚 那这个压力 当然不只是家人 还有这个市场 财务 有的时候会是来自政府的 你时时刻刻 可能会有被拒绝感 那这样的挑战 当然是说 不光是创业者 在职场的打工的呢 也是经常会遇到的 只是可能不那么强烈 无论是创业者 或者是说 事业到了一定的位置 都需要处理 应对各个方面的挑战 不光是说技术 产品这个方面的 还有这个可能会销售啦 品牌呀 管理人才啦 带团队呀 财务 销售 外联等等 你还要有这个策略的思维 那需要创业的话 有需要各种各样的能力 和特质 你的动力 激情 远见 自信 决策 创新 成显 好奇 不屑 当然还有这个领军的领导才能 这些呢 都是所谓的软技能 都是属于情商和社会智能的范畴 也就是今天的主题 那我们今天呢 盖揽一下 就会是说 讨论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什么叫做情商 它的重要性何在 如何去识别情感 如何去提高自我的察觉 如何去调解情绪 情感对这个认知的功能 包括决策呀 学习呀 解决问题等等 有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呢 在有社商 就是社会 social intelligence 有的时候翻成是社商 有的时候翻成叫做社会智能 它有哪样的头脑模块 然后呢 有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运用模式 叫做SCARF 也是属于在这个社会智能的 它的一个应用 那情商这个词呢 大家可能也都听说 经常是听说的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情商这个是在90年代 心理学家 Mayor跟Celovi他起的名词 Soci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它的意思就是说 要去准确有效的觉察处理 并且调解情感性信息的能力 不仅是对自己内心里边 也有对他人的 并以此信息呢 去指导自己的思维和行动 影响他人的思维和行动 情商的重要性呢 在于他在 不论是在生活和工作当中 高情商的人 不论是从实习生到高管的层面 他能够更有效的与同事合作 领导团队 驾驭时常要发生的变迁 调节压力 从而更好的实现 事业方面的目标 情商呢 能够把我们带上充实和幸福人生的路 1995年的时候 Daniel Goldman 他总结了构成情商核心特质的 五大类技能 这里面包括 社交技能 Social Skills 动力 Motivation Empathy 移情或者叫同理心 自我觉察 Self Awareness 还有自我调节 Self Regulation 而且他指出呢 跟智商不一样 也就是IQ 情商是可以打造的 没有的人呢 可以去培育 有这个情商的人呢 可以去继续的去增强 之后几十年的这个 心理学界呢 也对他有 也对情商这个概念 有不同的框架 但是呢 大同小异 可能会有更细的分类 或者是有不同的侧重 比如说在这个 自我调节方面呢 他可能会 包括有Outlook 对事情的前景的看法 Resilience 就是你的弹 恢复力 你的这个反弹力 如果是在这个 有了挫折之下 有什么样的这个 恢复力和反弹力 Attention 你的注意力 那么社交技能的话呢 他可能会分成 社交的直觉 以及这个 对环境 以及语境 它的一个敏感度 感情和这个情商 感情对 我刚才提到了 对这个 我们的认知 有几种比较高的功能的话 各个方面对它的 比如说学习和 和决定 决策等等呢 都会有起到 比较重大的作用 那比如说在决策的方面 情感的对决策 有可能会产生 很多的这个影响 那一开始 比较早期的时候呢 对这个方面的学习 可能侧重于总结 情感对做决策的 一个负面的影响 我们大家经常会 俗话说这个 感情用事 你不要太去感情用事了 那就是因为 如果是你 过于感情用事的话 那可能会 因为你的情绪 影响你的判断 你如果是鲁莽形式 或者是说 你情绪的影响 会造成偏见 或者是根据 因为你的认知的扭曲 而出错 而且呢 有的时候大家对 目前的 对未来的情感的 一个预估 总是会是有 系统性的错误 这样的话呢 对你当前的做的情感 做的这个决策 也会是 做到 起到负面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人都是 经常会是这样的 经常会是下意识的 去做一个 做一个决定 然后呢 回头用 就是根据你的情感 做一个决定 然后呢 再去找理由 去证明你的情感 你的决定 所以这些呢 都是属于负面的 但是后来 随着心理学的 发展的话呢 就是大家 专家们 就是逐渐的认识到 其实情感对 做决定 它是有 比较全方面 它是比较 并不是说 完完全全都是负面的 所以后来的总结呢 是更加全面 更加细致一些 就意识到 这个情感对 决策当中 它也起到正面的 一个一些作用 比如说呢 你在经验的积累之下 你会形成 这个比较准确的直觉 你的下意识的信号 会告诉你 你真正的内心里面 想要的是什么 这对你真正 你做的这个抉择和取舍 是起到能够 重大的意义的 有的时候你逻辑到了 但是没有情感助力的话 你可能是无法做绝 尤其是在 就是不同的选择 都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所以呢 你如果要是把情感的 能够有效的把握 把握在这个 做决策的过程当中 能够提高 对你做绝的一个质量 跟这个做决策相关 但又不完全一样的呢 是一个就是说 受威胁感下的反应 什么叫威胁感呢 那我们史前的人类 就是说当时我们还 在这个非洲大草 非洲这个大草原 大沙漠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前辈是 这个还是 猿猴动物 所以那个时候的威胁呢 是有大老虎把你吃掉了 那随着人类的发展 那我们现在已经 不是说受这样的威胁了 但是逐渐的进化之后 我们所面临的心理上 和社会性的威胁 跟身体上的威胁 有同样的甚至更高的强度 那么这些威胁 比如说包括像地震 战争或者是你做生意 要破产了 或者是你在工作当中 你要被开除 你可能会被裁员的 这种恐惧 或者是说你当众失败 或者受辱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威胁 那么呢 他的这个给你的情绪 可能是说恐惧 气氛或者是搓火 糊涂或者是痛楚等等 这都是属于威胁的心理 那么跟威胁相反的呢 叫做reward 可以说是叫回报 或者是奖励 那么这个呢 不光是说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奖章什么之类的 它可以包括是说 兴趣 开心 好奇 激动 等这样的情绪 都是属于叫做回报 那么在威胁感之下 如果你的反应聚焦于威胁的话 你会有这种叫做皮质醇的释放 皮质醇呢 它是压力荷尔蒙 它会造成我们视野的狭窄 记忆力的低下 与人无法合作 如果我们相反 如果我们的反应着眼于机会 或者是回报的话呢 会有这种多巴胺的释放 多巴胺呢 它是属于叫做奖励荷尔蒙 或者是愉悦荷尔蒙 在这种情况下 让我们会放宽视野 记忆力增强 产生解决问题的灵感 善于与人合作 最终呢 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那如果是情感 如此重要的话 如何去调解呢 第一个调解的层面 就是 对这个 情感的识别 也就是说 用这个言语词的形式 去把它识别出来 所以像刚才大家能够 能够去 总结一下你自己的情绪 能够把它articulate 能够表达出来 就是说从 就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因为在这个脑科学精神学 有 它的有 有过研究 就是说这个labeling itself 就是光是说识别 用词汇识别的这么一个行为 本身它就能够对头脑当中的 这种 那个荷尔蒙的 这个皮质醇的释放 能够起到一个调解的作用 当然这个识别的话呢 词汇的识别只能是 起到一定的程度的作用 那么下一个层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需要一个直接体验 什么叫做直接体验呢 这个可能大家听的不是太多 那也许大家会经常听到这个meditation 是现在是 无论是说在中国 在这个东方的 两千多年的这个历史当中 文化历史当中 还是现在西方已经非常接受的 这种做法叫meditation影响 其实跟这个是非常相关的 那什么叫做直接体验呢 那我可以就是通常来说我做这个 这个方面的报告或者是workshop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练习 我们今天呢不会是说去 去互动的练习 但是我给大家就是说 我自己去演示一下 看得到这是一杯清水 我如果是说去喝这杯水 我一边喝这杯水 我一边寻思 哎呀我这个 我现在做这个报告 讲了半天了 我也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兴趣啊 是不是都会睡着了 哎呀你这个是喝水想起来了 最近我们家做园林 用了很多很多的水 不知道这个月的水费有多少啊 这个呢是我刚才 是我喝水的一个方式 那我再喝水 再用另一个方式去喝水 我就看这杯 这个杯子还有里边的水 我去摸这个杯子 它的手感 这个杯子是玻璃的非常光滑 但是中间它有一个窝 我能够摸得到 我喝一口 然后感觉到它的清凉 我感觉到它从我的舌头 从我的唇到舌头 然后到喉咙咽下去 非常滋润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我刚才这两种喝水的方式 它就代表了对 对这个世界的两种不同的体验 第一种呢叫做叙事电路 这个电路这个词 就是精神学当中 这个大脑里边的这个脑元素 以及它的这个circuitry呢 就用了这个电路这个词 这个呢是我们大脑的百分之 它的属于大脑运作的默认状态 95%的情况之下 我们大脑都是这样去运作的 那我们这个人类不同于动物来讲的话呢 大脑的一些高端的功能就包括有思考啦 计划呀 策略呀 目标啊 故事啊 这个 理由啊等等 以及跟人的这个社交啊 等等 它都是属于在这个叙事电路里边的 它呢是属于 过滤以后的生活体验 它是聚焦于过去和未来 为什么叫做叙事呢 它是有这个一个一个就是所刚才提到的这些什么计划呀 目标啊等等呢 去给你做一个讲解 就好像你看电影的时候 前面在放着电影 然后有一个有个人就在这个电影院里过来说 哎这个人是坏蛋 那个人是好的 你看他刚才是这样了 他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将来会怎么怎么样 这就好像是一个就叫做叙事的一个一个电路 而这个直接的体验呢 就是我第二种喝水的方式 它呢是没有任何的过滤的 它就是通过你当时的感觉 感觉官能给你的信息和数据 去直接进行体验 没有任何的讲解 它是聚焦于此时此刻的 那就是当时是什么样一个鸟语花香 就是直接体验的关注点 而不是说所有的这些blah blah blah的叙事 那当然我们是需要这些叙事电路的 不然的话就变成了动物 但是如果我们的全部都是属于用叙事电路去体验的话 那实际上是全部都错过了真正拥有的当下的生命 是因为我们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 过去已经过去了 未来还没有来 那么另一个图也可以是以另一个方式来去描述一下 这个两种的体验的一个区别 一个呢是这个人在这里面混乱的杂念 这个工作生活当中了 你们现在比如说现在在听这个讲座 可能大家心思 哎呀我这个明天周六的那个什么 是不是那个是不是要带孩子出去玩啊 哎我今天把工作当中我忘了给那个老板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email了等等等等 这都是属于在Mindful这种叙事电路的一个表现 如果你目前就是在中国集团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夜谈里边 看到前面幻灯片的是什么 然后听到我的声音 就是这个非常简单的信息呢 就是属于直接的体验 那就像这个小狗狗 它看到的就是树 看到的就是阳光 我们的如果是说都是种叙事电路的话 我们的心情通常都会是这样的一个体验 可以说是泥沙俱下 那如果有大事情出现的时候 那就更糟糕了 这个拍汤 那叫中文我也说不好 大涛大浪 我们实际上需要能够达到的 是这样的一个境地 心如止水 如果是能够达到心如止水的 境地的话 你能够不光是清晰透彻的看到自己的内心 也能够清晰透彻的反应外部的世界 就像我刚才的这杯清水一样 那么直接怎么样能够达到直接的体验呢 它有很多的路径 那比较深刻的呢 有刚才我说到这个冥想 还有摘戒祈祷旅行等等 但是呢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出家成佛 才能够去达到直接的体验 直接的体验也有更比较自然的路径 就比如说呼吸的练习 你的感官的注意力 另外还有艺术 音乐 诗歌 舞蹈 运动等等 刚才我们这个Cathy Fun 我鼓励你们大家要去参加 因为这些呢 这样的方式都是直接体验的一个路径 这个其中心理学当中 而且是跟这个商务也有关 就个人开发以及事业开发 也有关的一个迅速发展的一个领域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叫Flow 中文好像叫做浮流 Flow呢它是一种指的是一种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人们能够心中充满着挑战和自我完成感 以及满足感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呢 人们的注意力会完全集中在手头的任务上 让任务会觉得愈发的有趣 更容易完成 而且是高效率的完成 这个研究的领域呢 经常是研究艺术家和运动员的 因为搞艺术和运动员 他们都是Flow 这种浮流的大师 因为他们从事的是直接 他是有直接体验进行驱动的 这个在商务当中呢 最大的目前最大的这个企业家呢 是Elon Musk Ellen也跟我们也有沟通过 他是属于就是说 能够达到Flow的一个大师 他自己底下有那么多的企业 而且都是属于那么宏大的企业 他怎么样能够做到 能够管理这样这么多的一个非常创 好几项都是非常创新的企业呢 就是说他在任何的 无论是他做哪件事情 从事于哪个企业的时候 他专注的就是当时需要专注的事情 就是这家企业 而不是说在A又想着B 在B又想着C 这个是Elon给我挤出来的例子 所以呢Elon你如果是说能够讲得更好的话 也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对上次看一个小的短视频 然后就说他基本上 他的时间是按两个小时 作为一个阶段来分的 那么在这家公司的时候 他就花两个小时 几乎就是心无旁贷的 就是专门 就是在 Focus在这一家公司 所以就能够把自己的Focus 定得非常的deep 我觉得能做到这点很难 好您接着 接着来 好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一个贴切的一个例子 So 那直接体验的话呢 就像我刚才提到 就是对我们来讲 亚洲还有中国的就是佛教 还有道教 他们还有这个印度的印度教 已经从事Meditation有2000年了 那么近代的西方的科学呢 也进行对他进行研究 那么他们比如说其中一项 研究他们实验 发现呢 经常从事于直接体验的人 他的免疫功能能够增加50% 那么这个免疫功能 不光是说身体和健康方面的 它也是心理素质的一个增强 所以说呢 情感调节 刚才提到有词汇的识别 刚才也讲了这个直接的体验 那么更高一个层面呢 它是认知性的重估 也就是说把同样的情形 它可以以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视角去重估它 这样的话呢 就会对你的情感 也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 它的这个调节作用 可能是会更强一些 但是呢 当然这个也会是 其挑战性也更强一些 我们今天呢 就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不去细说 那如果是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在线下呢 去交流 下面我想留一些时间呢 去讲一下这个 social intelligence 社会智能 社会智能呢 它是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做基础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情商的话 没有对你自己 和对他人的这个情商的觉察 你也做不到社交的 社会的智能 那么社会智能呢 是emotional intelligence 情商的 它的一个延展 它包括 它的头脑模块呢 包括两大方面 一方面呢 叫做社交觉察 另一方面呢 叫做社交能力 那么这个社会智能 它涵盖了非常 比较宽泛 比较宽的了解 从感受他人的这个同理心 到这个 掌握一个比较复杂的 一个团组性的 一个甚至是社会性的 一个情景 都包括在内 社交能力呢 是在这种 这种了解之上 去能够达到 顺畅有效的社交活动 怎么样能够去 这个社交能力 有的时候会去被 称为这个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关系管理 它这里边呢 包含有这个 叫interaction synchrony 交互同步性 就是说 你跟人相处 顺畅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 比如说是夫妻啦 或者是好朋友啊 你可能会看到 有的时候 他们好像长得都差不多了 有的时候夫妻 然后他们 尽管是两个人 但是呢 说起话的时候呢 以这个人 能够接着那个人的话 能够讲下去 就好像是一个人一样 你看电影的时候 你也可以观察 有的时候好朋友 时间在一起的话呢 他们就好像是 有一个非常 非常自如的一个互动 就好像是编了 编好了一样的 这叫做交互同步性 那么另外一点呢 叫自我呈现 或者是自我展示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 以什么样的外观举止 出现在人面前 出现在世界面前 影响力 你所说的话 你所做的行为 是能对 是否能够对他人 起到影响 那当然还有 对他人的关心 也是其中这个社交能力 或者是关系管理的一部分 社交觉察的两个关键呢 一个是叫 listening 聆听 这个聆听不光是说 听 光 怎么讲 就是耳朵一个听 而是说非常要去 mindfully 刚才我们说了半天 是这种正念的去听 带着 listen with empathy 带着同理 同理之心去听 然后呢 还要能够让对方知道 你的确是在清心的聆听 这个呢 在很多这个社交 跟人打交道当中 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你跟人家去接触的时候呢 你需要专心的注意 不光是听 而且是专心的要注意 多方面的 多层面 多方面的信号 它包括有语言性的 肢体性的 当然也有情绪性的 那么社交能力 如何去提高呢 总的来说呢 很大一个部分的方面 是向你可信任的同事和朋友 去征求他们的反馈 这样的话 他们好像是一面镜子 让你能够照得到 你的行为和举止和言谈 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那还有一个方式呢 就是去跟 由教练的协助 去打造具体的技能 这个也是我的业务之一 就是在这个职场 以及创业之后 大概有三十多年之后呢 那我把自己的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能够带到我的教练的业务当中去 刚才Ellen提到了一个 SCAF这么一个模式 刚才我也给大家看了一下 就是说 这个如何去在威胁之下去反映的 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这种逃离型的 要去逃离这种威胁 另一个极端呢 是属于把某一个情境 看作是一个回报 来倾向型的这么样一个反应 我们刚才说到了威胁 远古就是 史前的时候是大老虎的威胁 那现在的话呢 它是心理上社会性的威胁 那我们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呢 它是一个social system 是一个社交性的一个体系 所以在这里边呢 会是有很经常会有这种威胁感 这个威胁感呢 就是有人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 把它呢 基本上可以分成几个大类 也就是说 这么 基本上这五个大类当中呢 就能够涵盖了 让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感觉到 威胁性的这么样一个 trigger 一个触动点 那这些trigger的话 每个人呢 在这个不同的trigger 不同的触动点上 它的反应 敏感度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几个五类呢 它有包括status 地位 certainty 确定性 autonomy 自主性 relatedness 关系性 也就是说你是 你是in group 还是out group 好像是这个工作当中 好像有一个小团组 觉得你会觉得 他们不包括我在内 我不是他们这个内部人 我是属于outsider 这种就是属于叫relatedness 还有呢叫公平性 那我们每个人 他的敏感度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对我来说的话呢 这个autonomy 自主性是非常强的 如果是我觉得 别人 我要去 别人指点我 去怎么样去做 或者是我上面 有个老板的话 我就会不舒服 所以呢 我也是说 最终我就是选择了创业 作为这个 作为自己 作为老板 也自己去 承受后果的 这么样一个选择 是因为我意识到 我这个对我来说 这个autonomy 是很重要的 那我对这个certainty 确定性呢 对他来讲 我的敏感性 就不是那么的强 我对他来说 就是有比较 比较强的 这么一个 tolerance 所以我前路 不知道会什么样呢 我对此来讲 我是可以 我可以承受度 比较高一些的 那relatedness 对我来讲 我是否是某一个 group里边的成员 我也不是非常的在乎 因为我经常把自己 看作是一个 一个 怎么讲呢 就是independent thinker 所以我不是 那个里边成员 我也不是很在乎 但是对另外人的话呢 他可能就是 有不同的一个触动点 就比如说 我有一个 我的有一个客户 作为这个教练的客户 他是一个创业者 他也是一个investor 是属于小企业的那种 叫天使投资人 那他跟一个同事 一个合伙人 合伙了一阵子之后呢 就是合伙不下去 就要去分开 分开呢 就涉及到这个 要去谈判 如何去分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经常 他们就是僵持不下 然后也搞得很不愉快 那我们在做了这个教练 几次谈话之后呢 他就意识到 我用了这个无视 他意识到 他的这个 这个以前的同伴 这个这个partner 合作伙伴 他在对他来讲 这个地位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trigger 所以呢 他在后来的这个 谈判过程当中 就给他 特意的 让他的合作伙伴 有这种高地位的 一个感觉 结果后来的这个 谈判的结果呢 对方觉得很满意 然后呢 他呢 也得到了 他更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一个 一个例子 你如果是了解 知己也知彼 在这个scarf scarf就代表着 这个scarf 它的一个缩写 你如果是了解了 这个无视 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也知道对方 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话呢 你无论是在工作当中 另外也包括在这个生活当中 如果是你夫妻 两个人之间 你比较了解 每个人的触点 都是怎么样的话 那你在处理的关系当中 就会顺畅很多 你也可以得到 双赢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OK 今天我就是比较快速的 讲了一下 通常来说是 两堂课的一个内容 我这之后呢 欢迎大家的 讨论和交流 那这个呢 是介绍一下 我的联系方式 如果是 今后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说 有什么样的需要的话 欢迎大家跟我联系 这个刚才有分享的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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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个码 微信的话 也可以通过这个 去加我微信 这是 我的这个电话和 email 那我的业务呢 包括有教练 就是帮助 帮助我的客户呢 从领导力 或者是专业方面 或者是事业 或者是创意 或者健康 还有关系 或者是个人等等 这个不同方面的目标呢 帮助他们去实现 那可能是涉及的方面 有包括有 个人的发现 以及成长 对你的 你的这个状况的转变 或者是 如何去过度 发掘你的 这个人生的目的 或者价值观 当然我们今天也讲了 情商和社会智能 可能如果是有的人 是比较 是属于比较 有创造力的 这种creative的人士的话 如果是有 就是说creative的项目的话 或者是说志向的话 我们也可以进行 创意智能这方面的 更加的开发和协助 另外呢 还有是在生活 在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 它的这个productivity 跟平衡 生产力 以及效率和平衡 当然还有决策 刚才提到的 或者是冲突的解决 这个是 对 coaching是我的一部分的业务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授课 情商和社商 决策 商务模式 策略性的领导力 这是我比较核心的 这个授课的内容 另外呢 我有一个博客 叫做 21st Century Renaissance 21世纪的父亲 是在YouTube上面 也可以欢迎大家去观看 观看 So 好的 Ellen 我今天的报告 就到这些 对对对 不着急 我觉得就是大家 其实 我发现我们群里面 有很多 在情商和社商这方面 已经有过一些初级的学习 和那个 所以大家问的一些问题呢 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 可能就算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他们对于这种 情感的 这个感知 和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我就是先 利用我们现在 有些时间优势 所以的话呢 先说几个feedback吧 比如说 刚才你讲到这个 情感 这个有negative的地方 然后有positive的地方 所以的话 实际上这点 就是 那我们可以 也可以不去展示这个 咱俩聊天吧 然后那个 好好好 就是可以先stop 这个 就是 那 我就是在想 就是情感的 负面的东西 作为成年人来讲 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不想 一生气了 就 口不择言了 对吧 或者是做些什么事情 有些不好的后果 我们 被教育的比较说 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然后呢 说话一定要考虑后果 要考虑到对方的想法 但是呢 时间长了以后呢 有的时候你发现 可能是对一些事情 你就会 有点压抑自己真正的 intention 就是自己的 true feeling 有可能你就会去 pretend 就是you're ok 其实呢 我刚才就是说 你刚才在 讲到的那部分中间 还有一个 就是情感positive的地方 就是说 当它的直觉的反应 实际上 它是代表你自己真正 either喜欢 或者是不喜欢 想做 还是不想做 就是你 它会代表你的一个 情绪上的一个事情 这也是一个 positive的东西 所以的话 就是说 也不能被 socialize到一种程度 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过分地压抑掉 这样的话 就是说 可能也不是一件 很positive的事情 你对这个怎么看呢 嗯 是 我们当然 当然就是 从小长大的 就说就是 小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就哭了 哭了 那家长说 不要哭 不要哭 尤其是男孩子 如果要是哭的话呢 就会觉得是 就是好像是 比较脆弱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表现 那情感这个东西呢 它是 它是一个自然 真实的 所以呢 你首先要去 面对它 真正的去面对它 这是你 你自己的 truth 你的真相 你得首先知道 自己的真相 你才能够活得 是一个 一个真实的人 那你如何去 你这个情感 下一步 如何去处理 然后如何去 用这个情感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如果要是说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或者是说 你不尊重你的情感 去假装 它不存在 这个 它不会是说 就消失了的话 它就消失的 它会就在那儿 积压起来 就像垃圾一样 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不去处理的话 它就 它就会 逐天 逐日 逐月 就去发酵 然后有一天的话 就会爆发 这样的话 产生的后果 要糟糕的很多 那 另一个极端 就是说 你不 OK 你不论是有什么情况 你也不去 任何的 就是正确的处理 就只要有情感 你就给它 就给它 那个 发泄出去 这样的话 也是不行的 因为它 你不但是说 给别人 可能是 造成伤害 那经常来说 也会反弹 给你自己造成伤害 所以的 反正 简而言之 就是说 这个情感 这个东西呢 首先它是 你要承认它 是承认和证实它 证实它 它是 这个自然的东西 是你的 让你知道 你的 你的真相 是什么 然后这之后呢 你去处理它 那我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 几种不同的 一个技巧 这个方式 这样的话呢 让它 让它的 积极的方面 能够留下来 就好像是 我们英文说 这个baby and the bathwater 你把你这个孩子 留下 洗澡水 扔出去 有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呢 你会得到 你的孩子 然后把这个脏水 去处理 洗掉 对 所以就是说 你过分的 就是让你的情绪 太自由化 或者说 过分的 regulate 太社会化 并不一定 either way 都不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的话 还是要有一个 自我觉察 这个情商的东西 其实也是 代表你对自己 情绪的一个觉察 那么当你 对自己的感觉 越sensitive的时候 你可能对于 别人的感觉 也会比较sensitive 能够有更多的 同理心 是吧 对 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 它既有科学的方面 也有艺术的方面 就是说 你这个 是怎么样的去 既去正视它 承认它 拥有 就是拥抱它 同时呢 又不让它 给你带来太多的 过分的一个反应 它也是属于 这个一个 它是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是 逐渐的去 可以去提高的 对 那像你刚才说的 这个就是 如果说 自己这个情绪上 然后呢 又知道 比如说 自己跟老板 有不对付 然后呢 他也没有发作 然后呢 他也没有说羁压 他知道这件事情 自己有opinion 那么怎么样 把这种 情绪的垃圾 清空 这是不是就用到 你刚才讲的技巧 就是比如说 meditation也好 或者说 关注当下也好 就是解决一件事 再想一件事 不要前前后后的 就是 思我想太多 太内耗了 比如说你 今天老板跟你说 一件事 你感觉他态度不太好 然后你就想 哎呀 我明天被裁员了 成天担心的 担心的不行 这样的话就可能 是不是overkill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不是就觉得是 觉得用这个meditation 或者是其他的 这种清空的办法 是对于情绪 一个比较好的管理 嗯 那你刚才就是 提到的这个 具体的例子 那刚才提到 几个层面的 这个情绪的调节 都是用得上的 听起来你首先是 意识到自己 有这种情绪的 一个反应 有这种被 可能会被裁员的 这样一个 一个恐惧感 可能会能感觉到 你跟你这个 老板之间的 关系的一个不融洽 那起码呢 你 你对 对此呢 有一个认知 对自己有一个 自我的觉察 所以这是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像你说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 直接体验的方式 去调解 你自己的情绪 而不是说 你可能 你可能 觉得这个老板 你跟他有过节 然后 上班的时候 你就把他给体验出来 就把他给 这个 发泄出来 对你看 当然就是说 肯定是没有好处的 那你给他 你通过这种 自我调节的形式的话呢 就像刚才我们说 这个 这个瓶颈的水 你在瓶颈的水之下 做的 做的结论 做的这个决定 你是如何去 或者是说你如何去 去做一个决策 我是留在这里 还是不留在这里 我是去跟老板去 开成布公的谈 还是我去跟同事 去 怎么讲呢 去调查一下 觉得他们怎么样去看 无论是你采取什么样 一个决定和措施的话 起码是你在这个 平静心态之下去做的 你这样的决定 无论你采取哪个步骤的话 都会是一个比较优化的决定 那当然就是说 你可能即使是你做了一个 很优化的一个决定 那后果来说 不一定是你所想要的 也许是说 你这个公司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裁员 甚至是说 并不是说 因为你跟老板的关系 即使你跟老板的关系不错 这公司也要裁员 不管是怎么样吧 你的结果可能是不尽人意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可能就需要 刚才我们没有深谈 这种认知性的重估 那你那个时候呢 你可能是说 如何去看待 被裁员的这种 一个现象 你如果是说 因为裁员了 你就是 叫怎么讲 就是 我都说不出来 就好像是心情非常低下 然后 沉迷下去 站不起来的话 那你之后的 你也会影响你之后的进程 你如果是说 OK 反正也是裁员了 那我怎么样去把这个 看起来不好的事情 去 以不同的方式去看 那我们学过这个 故事叫 这个赛翁施马 燕之飞幅 有的时候 你失去了马 也许它是一个新的机会的存在 那也许你可以去看 我裁员了 是否是意味着 可以打开我的思路 有没有其他的 是否是一个机会 让我去 一直都想去创业 我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 去 去 去尝试一下 或者是说 你如果 觉得这个 裁员 也许并不是一个 坏处的时候 那也许你 提前做好了准备 你跟公司去 去进行协调 然后你 主动的去 作为这个裁员之一 你可能还拿到一个 更好的一个 Severance 所以呢 你如何去看待它 就能够给你 如何去做决定 或者是 增加不同的选择 就起到一个 好的助力的作用 对 我觉得就说 因为咱们这个讲座 主要是讲的方法 不是解决具体的问题 我刚才可能 给你影片了 就是 那个就是 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 但实际上咱们讲的 基本上是一个 方法的问题 就是说 当你有不同的情绪 如何 就是说 去察觉自己的情绪 对吧 这是第一步 然后察觉 接纳自己的情绪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又能够让 消化自己的情绪 就是 你不管是 Meditation也好 还是怎样也好 我们能够消化 瓶颈自己的情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做一些 理性的 Positive的 改变 当然你不能 Negative 就像这个 越想越糟糕 就刚才这个 球里头也有人说 这有的时候 越想越 越头大 还不如干点别的 那他干点别的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 转移 转移完了以后 回来再看 这事就不大了 还有就是 你刚才建议的 不管是跳舞也好 运动也好 做点什么 其他的事情 当你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回来再看 这事可能也就不大了 所以就是说 不光是这个 这个情绪上的事情 还有一些 其他的方法 对吧 就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 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对 这个方法呢 不光是你自己一个人的 那么 那就涉及到这个 这个社会智能 社交智能 那比如说 刚才提到的这个 例子的话 你也不一定是 光全部自己去消化 因为你自己在想的时候呢 毕竟是说 你的视角和你的 你的思维 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 那也许你可以去 求助于你的好友 或者是你的同事 去听听他 在这个 这件事情上 有什么样的犯 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 有什么样一个反馈 可以呢 也许去能够打开你的思路 那有的时候呢 如果是情境合适的话 也许 你去跟老板 有一个开诚 故宫的一个沟通 这个不光是说 老板和雇员之间 那有的时候 跟其他的这些关系 也是一样 夫妻之间啦 朋友之间 有的时候 你这个窗子不打破的话 你就会自己去 在那想 不光是说 想的也许是很有限 而且呢 你会自己去增加一些解释 也许跟现实 根本就不是 不是那么回事 但是你自己会越来 这个雪球会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跟这个现实离的 脱离的越来越越远 所以呢 这个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social intelligence 就起到了一个作用 怎么样能够去 跟别人去沟通 去解决问题 也是其中的一个方式 对 你刚才说到social intelligence 的这几条啊 scarf这个 其实呢 对我也挺有触动的 因为这个 每个人 他从他自己内心 care的东西不一样 就像有的人 care certainty 是一个great planner 那他就需要每一天的事情 非常有调理 非常有计划性 你冷丁给他 加一个临时的 这个什么 什么就是 事情 他肯定就 没有办法handle 他就会get into emotional的 不开心的 这个状态 所以的话 就是说 不光察觉到自己 care的东西是什么 那么通过这五个点 再去观察一下 其他的人 他care的点是什么 然后呢 改变一下自己的方法 然后可能是 能够让双方 都能够比较 comfortable一些 对 不光是说 双方是比较 comfortable 而且比如说 你要是带团队的 或者是你是创业的 你可能需要有 雇人的什么的 你如果是知道 你的员工 或者是你的 你的团队的成员 对他们来讲 对他们 他们的触动点是什么 对他们来说 什么更重要的话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 扬长臂短 就更能够发挥 你的团队的作用 嗯 对对 这点是挺 挺重要的 对那我就现在 呃 带大家问几个问题 刚才有朋友在问呢 说这个呃 因为我们提到 前面的情绪控制 这个和消化 那中间呢 其中提到了 这个呼吸练习 那这位朋友问呢 是这个 呼吸练习 不会成为 强迫呼吸吗 什么叫强迫呼吸 呃 我也不太 不太理解 就是说要帮你讲一下 这个呼吸练习 是怎么样练习吧 啊 呼吸练习 其实很简单 然后就是经常有人 啊 问怎么样去 呃 meditation 怎么样去开始 这个呃 冥想 其实这meditation 最核心的 就是就是呼吸 其实呼吸的话 我们平时 大家都会去 寻思呼吸这事 尽管是说 如果你要没有呼吸的话 这人也就死了 对吧 我们这个呃 生来 降下来呃 最先迎接我们的 就是就是空气 就是呼吸 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 最后离开我们的 也是这个呼吸 对吧 它是非常生命的 最重要的 那但是我平时的话 就不会意识到 呼吸的这件事情 就是呃 我们都在做别的 然后随时 呼吸就是下意识 它就自然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说用这个呼吸练习 怎么样呢 就是说你 你专注你的 你的呼吸 嗯 你是这种 嗯 呃 有意识的去 去注意你的呼吸 就比如说 呃 你你吸气 然后呼吸 吸气 比如说四秒钟 用鼻子吸进去 然后呢 屏住呼吸 大概比如说 四五秒钟 然后呢 用嘴 呼出去 大概比如说六秒钟 你全部的注意力 就在你的呼吸上面 如果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念头 又来了 哎 我刚才这个火 煮饭的火 有没有避掉啊 或者是 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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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有个小狗仔 他在那是不是又要捣乱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你就轻轻的把它 给它推到一边 你全部都是注意到你的呼吸 然后 这个呢 一开始呢 可能会比较困难 可能几秒钟 你的情绪就 你就想法就又来了 就开始 又开始想了 但是你是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的 就是去练习 它这个本身 其实就是在进行 嗯 正念的一个 一个练习了 它就是让你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去活在此时此刻 因为你此时此刻只有在呼吸这一个一个事情 其他的都都不用去想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呼吸的练习 然后科学它也有是说做过去研究的 就是这种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练习 对你的这个情绪 它的稳定 起到很大一个作用 也像刚才说的这个 immune response 能够提高50% 这就是呼吸练习 对 我这个突然想起来 我过去很多年前呢 有一次的经历 那天是被老板委屈了 就是他不知道说了什么 搞得我非常非常的生气 但是呢 当时又没有办法发泄 所以的话就下了班 就是气得要死 最后呢 正好跟朋友一起去练瑜伽 那个瑜伽呢 他要我们就是相当于 standing on your toes 然后呢 再呼吸 嗯 那就非常困难的一个动作 嗯 所以如果你不呼吸 你没有办法站稳 我就只好强迫自己 去考虑这个呼吸的事情 因为我要站住 嗯 一个小时之后 就是因为我已经脑子不focus 在那件特别touchy的事情上 嗯 所以的话就relax了 一个小时之后我都忘了 我们因为什么事情吵架 嗯 所以所以突然想起来 这个是能够 能够缓解很多心理上的压力 能够从这个就是 纠结不清楚的道理头 嗯 跑出来的 对 他们是因为现在有这个 MRI磁共振的这种 对大脑的这个图像 他可以去去追踪 就看到这种 嗯 嗯 类似这样的呼吸 对你的头脑的这个 arousal 它起到一个作用 那比如现实的例子的话 那我跟我 我跟我妈 然后就是说不好 就开始崩 说不好就崩 那如果是他触动我 然后我 我马上我就就崩的话 那我俩就逐渐的越来越 呃 拧的越来越紧 啊 这个结就越来越 然后我俩的这个 争吵呢 也越来越 越剧烈 但如果我要是能够 一开始就是 呃 呼吸 就是说 呃 take a breath 能让我自己的情绪 能够下来的话 那我的处理呢 就会是 比较比较平稳的 那他呢 也就不会是 我俩之间的这个 这个冲突 也就不会去 越来越 呃 卷得越来越高 so 是是是 要把自己的情绪 消化了之后 才能有的时候 接一些 其他人的负面情绪 对 呃 否则的话 很容易就是 就是push button了 就站不起来了 没错 对 那那个就是 呃 刚才有这个讲 嗯 马斯克的事情 其实我们讲到 马斯克主要是 讲他两个小时 能够focus 就是活在当下 倒没说他情商高不高 哦那是另外一个事 嗯 就是主要是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的训练 可以让你能够更 focus在当下 是吧 这样的话就不会把过去 或将来的问题 都要在这一个moment解决 那你就不会在精神上 情绪上 carry一大堆的负面的东西 然后就越活越累 对 对没错 我今天呢没有特别的去 因为这里面后面有很多 就是神经学的 它的一些原理什么的 那这个人的大脑 尽管是有这种比较高端的 这个认知方面的功能 但是呢它那个前皮层 其实只有大脑的4% 个下意识里面 它的能够处理的信息 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这个4%的这个 Prental Cortex 就它都是属于 Cereal 都是属于顺次型 而不是同时能够处理的 它的速度也是非常的慢的 所以你要是说 把很多的内容都要去 用这个4%的 你的这个前脑皮的 这部分去处理的话呢 就会非常的耗时耗力 如果说你集中的话呢 就反而让你的生产力 去得到提高 你的Focus Attention 是跟这个 就是叫 叫此时此刻 是非常有关的 是是是 对 那还有一个朋友呢 刚才看到 Scarf Model 有一个是Away 还有一个是 这个Reward 那他在问 是不是有另外一个Choice 比如说Agressiveness Beside Away Threat 太清楚 Agressiveness Beside Away Is there another choice such as Away 对 那可能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们现在介绍的 就是这个Scarf 就是 对吧 OK OK 就是说 一个Away呢 就是属于逃离 其实这个 核心的是 我们当时 大家都听过 这叫Fight or Flight 受到了威胁 你是去抗争呢 还是跑掉 当然这个 对 其实 其实你说的 这位 这个朋友说的 Agressive 其实是更有点像Fight 但是这个Fight 你可以把它分成两类 那一类呢 是属于这种 Agressive 这种 这种 不得不去Fight 那么人类的进化呢 你这个 Fight有一个变种 就是说 不是这种 非常的 不开心的 这种 你死我活的 这样一个 Agressive的Fight 是说 怎么样能够 看到他 后面 去 去拥抱他 怎么样去 能够看到他 也许他这后面 有这个Silver Lining 也许是有好的东西 这个大老虎 后面也许是 有一只 他逮来的鹿 我也许是说 我可以把这个鹿 成为我的 就举一个 不太贴切的例子 所以是看 就是说 以这个Toward 这种方式 倾向的方式 去进行 反应 那么这个Agressive 就又更像 就比较传统的 或者是说 原始的这种 Fight 对抗 的形式 对 OK 对 就是 不一定是要 Way 也不一定是 Confrontational的 这种Agressiveness 更多的是 Open Mind Right 去找到 对 看到他 有哪些 正面的 机会 好 对 对 刚才这个 讲了 他说 跟老板 开诚不公的 谈了 谈完了以后 结果把老板 惹毛了 然后呢 就进到了 Performance Review 现在考虑一下 怎么 这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 就是说 可能是方式方法的问题 肯定中间有很多情绪问题了 因为 因为你本来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positive的事情 我已经open up了 我已经come forward了 然后呢 怎么会把你惹毛了呢 然后呢 最后还给我来了个performance review 那如果 对 如果是 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 你处理的很好 但是 老板因为你跟他去 沟通 我不知道这个沟通是怎么样去沟通的 这个惹毛是不是惹的 是 惹的是怎么讲呢 是该惹还是不该惹 那就算是说 对方就是 老板就是因为去跟他去沟通了 而 而进行报复还是怎么样 那也许说明你这个地 这个老板就是 你就 就不是一个好的 是他的问题 那也许这个告诉你 这个地方 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环境 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老板 You know 此地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是吧 也许是可以考虑 到别的地方去 so 是 有可能就是说那个 巴腾还没摸对 是吧 就是他的那个五个点 什么fairness 什么 什么justice 什么status 什么的 可能那个老板的button 没摸对吧 会不会 因为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我当时觉得 就是跟我的一个印度老板 然后呢 我觉得要表现得更 跟他自来熟 然后呢 就有点太熟了 最后呢 最后呢 印度老板 给受火了 他的火的point 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status 的view 他认为他比较高 我没有足够的尊重他 但是我觉得跟美国老板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非常的 那个就是平等 但是换了个老板呢 那个方式就不work了 最后我也是吃了个硬亏 那所以这个 对对对 那就中国 我们的中国话说 叫知己知彼 对吧 那这个知彼的话呢 可能是没有 没有做到 因为 根据我们的这个 对美国的文化的了解呢 可能就像你说的 不是就比较平等的 也许是像你说的这个 他本身 这个这位印度老板 他的文化背景 也许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这一点呢 也许你并没有察觉 所以呢他的button 你去刚好去捅到了 也许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下面这个问题呢 说如果孩子比较设恐 不太主动跟别人打招呼 也不愿意在这个公共场合讲话 需要什么样的训练 能够提高社交能力呢 嗯 这个我必须得坦白说 我自己没有孩子 所以呢 在这个孩子的教育方面呢 可能我们并没有是说 比较贴切的经验 但是呢 我如果是笼统的去想的话呢 那我想不光是孩子 有的时候成人也是一样的 他可能都是 有的人 每个人的本性不太一样 即使是说 的半成人或者是年轻人 可能也会有这种社交的恐惧 那我想就是 循序渐进可能会好一些 你不要是把它一下子 放在这种人很多 或者是说 你这个 或者是说这个后果 可能会比较严重的 这样一个场合 你让他就是从简单的 或者是小规模的开始 比如说是跟 先跟一个小朋友 建立了一个 一个变成好朋友 然后 然后再去 你懂 跟两个 两个小朋友 然后给他先从一个 这种 情景当中 就是比较容易的 可能就是一个 先是一个小的 一个party 然后呢 再去有一些 比较 逐渐的再去有一些 可能是 比较 比较严肃的 这样的一个场合 这样的话呢 就会逐渐的 去提升他 他的这个社交的能力 也逐渐的去 让他给他一些 让他一些 给他一些甜头 让他就是说 对这个 跟别人接触呢 就更有兴趣 这是我能够想到的 好 谢谢你 下面一个 就是问你的YouTube 我们在最后再展示 然后呢 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与 一直有负面情绪的 家人相处 哦 OK 如何与一直有负面情绪的 家人相处 对 就是有的人可能是比较 过分的worry啊 或者是比较criticism啊 就是 表扬的舍吧 然后呢 批评的多吧 或者是遇到事情 比较消极一些 对 这个是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可能是中国的文化呢 就比较注重于 criticism 就是好像是 叫良药苦口 是吧 我父母经常是说这个 对 他们经常是 给我的这个鼓励 是比较少的 那对他 他们就说 只有我们做父母的 才能够给你啊 这种啊 这个真实的啊 诚实的 呃 那个 信息 所以呢 呃 这里边是有很多文化性的因素的 那 呃 你 你能够去 怎么讲呢 你能够去 嗯 呃 呃 控制你自己 对于对方的话呢 你可能是起到的 呃 家人 尤其是家人 如果是长辈的话 你 你能改变他们的 这个 嗯 呃 程度呢 可能是 不是那么的 不是那么多 可能你要改变他们 很很困难 那你就得是说 怎么样能够去 呃 怎么样能够去 在这种情况下去 调节你自己 那就像刚才我说的 如果要是说 我的反应也是属于 比较激 呃激进的话 就会这个矛盾 矛盾这个负面 就负面对负面 就更加负面 那如果是 你以这个 消化的形式 以这个 diffusion 就是说 以排挤 排散的这种方式 去应对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 呃 效果会能好一些 或者是说 以幽默的 幽默和灰泻的方式 呃 你就是说 不要 可能 你可能 呃 跟家人呢 去 先有一些沟通 就是说 积极人生 有什么样的 好处和意义 但是呢 他也许是说 听不进去 呃 到了一定程度 你可能也就得 去接受 然后怎么样 看看你是 有什么样的策略 去 呃 呃 如何去 呃 应对我们的父母 那我可能就是 总是这个 应充应对应的 这样的 所以呢 嗯 可能我就只能 我 我能想到的是 是这样的 对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 有一些 比如说老板 也比较 negative 就喜欢批评啊 挑剔啊 然后这种 这种人倒还真是 生活中 比比皆是 只不过我发现 有些人好像 处理这种事情 他就反应比较小 有些人反应就比较大 那可能自己也可以 在这方面 有一些修炼啊 就 呃 是不容易了 因为每个人 button不一样 对吧 嗯 是 对 就是说自己可能 对某些方面 也是button比较敏感一点 对 那你说这个话 叫修炼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是 呃 能够修炼到一定程度的话呢 那他尽管有的时候 他的批评可能是 呃 不 不公平 unfair 但是呢 你是否是能够看到 这个是否是他的批评当中 也有一点一点的这个 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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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的地方 那我怎么样能够去 从中得意 这也是一个方式 是 是 公司里面有的时候 你 你发现就是 就是有的人 有的人经常有负面情绪 但是呢 他们这些人也是有朋友的 他们跟朋友呢 还可以 所以就是 可能 somehow 的时候能够有的时候能够跟他就是更多的精神上的一种 connect 让他觉得就是 you're together 是个friendship 就是在公司里面 当然家人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个家人应该比那个更亲才对 呃 就是说 有些人也是分人 他 somehow 就是对一些人他就容易发活 对另外一些人他就不容易发活 的确是这样的 嗯 也要研究一下 有 有位同学问一下这个 希望你多谈一下这个 cognitive reappraisal 哦 ok 我这个 好像是有 我看看啊 等一下 我看 对 我知道有位 conley lamb在举手 但是呢 希望您到这个下面 chap box 里面回答问题 谢谢啊 嗯 confinitive reappraisal 就是 嗯 他有几个 我正好 我正好是有预备的 预备的这个 就换灯 没有去讲的 你看得到吗 现在 可以可以 ok 我这个没有放中文 reappraisal 就是重估 那他有几个方式 就比如说 一个那叫normalizing 就是说 你这种情况 呃 呃 就给他一个正常化 就是说 你好像觉得啊 我现在是多么的委屈 只有我一个人是受这样的委屈 但是你如果是说 呃 放开一下 让意识到 很多人都是属于 有同样的这个 呃 呃 近况的话 你会 你会 觉得 不会是觉得你 你只有是非常 呃 这个世界上非常孤单的一个人 呃 受委屈的一个人 呃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你觉得 我们整个的 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团体 整个的 呃 呃 世界都面临着 同样一个 一个状况的话 那你自己本身的这种 呃 情绪呢 可能会去减少一些 呃 下一个呢 叫reprioritizing 你就是呃 呃 叫把你的这个呃 呃 priority 你的顺次 有所调节 就嗯 你可能是当时是觉得啊 这件事情你发生了不喜欢的一个一个后果是觉得是多么大的一个一个一个事儿 你如果要是说去看一下啊我们这个事情你把这个事情把所有的事情啊都放在一起 你觉得这件事有那么大的一个重要性吗你如果是重新去prioritize以下的话呢 那就觉得啊也许这件事没有那么大的呃 呃 没有那么重要那我在这方面的情绪也没有必要去那么那么糟糕 啊 那么呃 repositioning就是如果要是说呃 呃你换了一个别人去去看这件事情啊 呃会是什么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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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度 那么我们大家经常会是觉得哈以自我为中心就觉得我自己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呃 得到的境遇非常糟糕的 但是如果是你你呃设身处地换了一个别人的角度再去看啊 呃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那distancing呢是说增加一个一个距离呃这个包括有地理的距离可能也包括一个时间性的距离 比如说啊今天我觉得这件事情多么的糟糕 你想象一下五年之后你再回头看这件事情啊 呃还会是觉得有那么有那么重大吗 或者是说我现在在这里这件事情那么糟糕 那比如说假如我是我是生活在呃 呃意大利我在看这件事情呃也是同样的感觉吗 这样的话呢就给你放在一个用英文来说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 放在一个一个不同的视角啊 啊reframing就好像是说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就比如说你裁员的这件事情 你把它看作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呃呃糟糕的坏消息 但是呢你看它是否是一个代表的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就把它reframe啊这样的话呢 你看到的不是说呃呃呃失去了马 而是说呃下一步也许是它变成了一件好事啊 啊所以you know这个就是说啊cognitive reappraisal这个认知性重估的几个技巧 哎我觉得这个这个理论化的非常好就是有的时候也包括我们这个经常说的什么换位思考啊 对然后呢重新排重要性啊然后呢如果什么事情让你不愉快 然后呢你又一下子没有这个段位去解决他的话呢保持距离也是一个办法 嗯对吧就是有很多的方法是可以能够呃让你来处理和管理自己的情绪 对这里呢有的时候会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例子 那当然我们现在呢刚刚是这个秋天已经已经有一阵子了 那这个例子是说像夏天刚刚结束的时候 那下这个秋天要来了开始下雨了 那你可以觉得哎呀这个好伤心的夏天这么好的季节 呃开心的季节过去了又开始呃秋冬又要来了 这是一个一个态度那以另一个态度也也可能就觉得哎这个秋天来了 当然这个是比较美国人的一些一些一些例子了 那呃那华人也是一样那呃这个妈妈可以可能觉得啊 终于现在可以去暑假结束了这孩子可以上学去了 不用我天天去陪他了那我自己的工作可以去做了 那孩子可能是说哎那个呃要到了鬼节了到时候会有有糖吃 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同样的一个事情根据你的视角不同会有不同的感受 对对这个这个非常好对也感谢这位同学提问 呃那下面这位呢是问请问做这个日常家务的时候 可以下意识的来注意自己的感官感受 是不是也是一种meditation呢 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这个提出来的非常好 以前我就做家务的时候我就把它都当做是一个浪费时间 因为他不是属于那个高脑力活嘛哈都是属于像家庭主妇似的 我要洗衣服我要做这个做那个 后来我就意识到嗯他们其实都是一个直接体验的一个机会 就比如说我用手洗呃手在水池里面手洗衣服的时候呢 那我会去体验一下这个水留在我的手上的感觉 我会去我会去闻一闻这个啊手洗的叶哈 它是是什么样一个味道 我会去感觉到我这个手里面的这个cashmere或者是丝 它是什么样一个手感 所以这些呢它都是属于一个叫you know 呃direct experience或者是meditation 是正念一个培养 对这个我也有感受 因为跟那个开腿健身平台的那个就是每天运动的时候 那至少你跑跑跳跳的时候是不可能想其他事情的 那这个过程自己又出汗又比较开心 呃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是在这一个时间段里头是比较开心 这样的话你就会影响到你后面一天的心情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对那有的在问这个调息之后还要干事情吗 调息之后还要干事情吗 调息就是呼吸是吗 对你刚才因为他可能是在说到你前面的就是呼吸法的这个地方 调息之后还要做事情吗 当然要 当然可以做了 就是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调息之后是就 就不做事情了 还是说调息之后可以去 我在想它是不是在说 调息之后我还想不想这些问题了 调息之后 你你你问题的话呢不是说就是硬性的去不去想它了 而是说在你的头脑 呃在这些 呃呃呃呃 盲乱杂乱之后让它逐渐心情静下来以后 你再去想它 看是什么样一个不同的一个一个结果 通常来说呢会让你的这个mind chatter 会少一些会让你的嗯想这个事情会有一个呃呃呃更好的动建 嗯而不是说假装这件事情不存在了 嗯是是这个也是就是有的人假设想呃呃这个担心孩子啊 然后能不能考上海大学啊就是这个心里的out徙太多了 然后呢到处打电话即使一天啥还没干 那与其那样的话 还不如就是到网上仔细研究一下 那学校到底有啥要求 然后呢 做一点具体的事 比那个成天在那儿worry 就是可能是不是更 这就是也是一种 活在当下 focus on解决手头上的事情 对 是 他这个如何解释想的没呢 这个我真的不太理解 这个问题 所以只好跳过了 那个就是 这个呢 就是说非常想融入优秀学生的小圈子 向他们学习 但是对方比较冷淡 请问如何做才能破圈 这是一种社商的关系吧 他在问一个社商对吧 就是因为他自己已经有这个motivation 要跟别人mingle在一起 那么社商呢 就是可能别人somehow就是没有 还不熟悉他 不太接纳他 那怎么样能够破圈呢 就是社商的一个问题吧 这个里面这个说到的优秀学生也不一定是指学校里的学生是吧 是不是一个一个一个怎么讲的比喻就是成人也也成为优秀学生的这样一个意思 成人也有啊 也有公司里面的就是一些就是哪怕是老板这个层面的这个group 你想能够跟他们更close 就是social life里面经常有一些人你愿意就是move forward 但是人家不一定会愿意接纳你他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普遍问题 嗯嗯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其实有点像那个status跟那个relatedness对吧 你这个圈子呢是说你是圈里的还是圈外的 然后呢status是你是否这个圈里面的人recognize you 对吧是觉得你值不值得是这个圈子里面的 嗯so那我想的话呢与其就是那当然你比如说你reach out去跟他们去接触 嗯这个是有必要的 那同时的话呢你也是说不管他接不接受你 你这个圈里接不接受你 你怎么样能够去提升自己如果他们是属于有优秀的地方 你是否如何能够有优秀的地方你有独到之处 呃让能够做出成就让别人能够对你刮目相看 然后他愿意他对你有一个呃提升了对你的一个一个看法 得到了你的呃给了你一些respect尊重的话呢 他可能自然就愿意吸收你进圈里面去 但即使是说他不去接受那你做了该做的那呃呃是否是能够入圈的话 也许你自己足够优秀的话你并不是需要去入他的圈了 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是点到那两点 一个是status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mindful的 嗯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对方可能觉得自己的status比你高 另外是related的也许他们都是这个就是都是一个地方过来的呀 或者都有学校毕业的呀或者是都是一个族裔呀 他们可能就是somehow比较close 我自己personal的感觉也是就是说你就是能不能找到跟他们比较common的东西 嗯 同一个公司啊或认识甚至是认识同样的人呢 呃或者是你认识了什么人跟他们有关系啊 这不就是有一个一个relation 嗯 嗯或者说甚至就是be useful 就是对帮助 对给人提供一些帮助 然后呢能够就是be useful 嗯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容易能够大声化或者是 对嗯嗯 当然自我学习自我提升是一个最关键的东西了 嗯嗯嗯 对你说的也也也是有的时候可能你跟别人有共通的地方 也许是比如说一个爱好 或者是说你们都去过哈某一个什么地方突然觉得让人家觉得哎挺有共鸣的 所以这些都是都是方式 嗯对那有位问了这个如何培养resilience 如何培养 就是反弹能力是吧 反弹能力 怎么讲 对呃反弹能力 就是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这几年 这个一个非常呃时髦的一个词就是就是resilience 是吧那个反弹恢复力 呃其实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是非常能够适用的 呃为什么需要resilience呃之所以需要resilience 呃就因为可能是这个这个情境是属于逆境或者是说挫败 呃或者是属于这种呃有条件有挑战性的 但是如果要是说你去应用呃不论是说我们说到这些正念啦或者是说以呃认知的重估的形式的话呢你会对他就在这个你的呃情感的反应上就会有得到的调节那自然你的resilience就能够去就能够提高我们比如说在 在这个疫情期间组织过呃两届两期的这个叫呃在网上的play shop我们就是以这个艺术啦呃呃音乐啦等等这样的方式去给大家呃结合起来就在网上呃那时候就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有这样的方式呢让他不光是说给大家一个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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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呃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直接体验的机会而且增加了就是呃socialize这个social呃socializing的这样一个机会给一个建立一个这样一个community一个一个社区呃这都对这个resilience呃呃反弹力恢复力能够起到直接的作用 所以这个弹道反弹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有方法的也就是说当你这个呃从这个meditation心情平静了之后你可以比较也就是用中文讲就是比较冷静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那你可能就会想想看这个事是多大的个事你可能大精神跟谁撞了一下这事当时很生气但是后来一琢磨着多大的事啊没多大事 然后呢或者什么人让你不愉快了然后呢可能有可能是国内的同学嗯对吧嗯三十年不见了你难免有些什么事情价值观各方面都不一样然后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在美国待了几十年的所以的话这个价值观不一样 有可能说什么事情也也和别人呃呃别人这个想法根本上跟上就不一样了所以的话如果他说什么事情让你生气does it matter it doesn't 就是你就保持distance了哈这个就是也是在你这个reposition里面嗯还有distance这个真真真要从理论上来讲都能够找到relate的东西哈都是一个方法论其实对嗯嗯 嗯对嗯那个我在回答最后问题之前呃给请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调研啊稍微让贝贝老师喝口水我就想看一下咱们大家是从哪来的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讲座的呃就是半分钟好吧那请大家拨拨你的动动你的小手指呃给我们回答一下你是通过afi啊还是cff啊或者是硅谷创新活动 我们会走那大家也喝口水啊我马上就回来 我这也是这个那个你可能挺累的了哈那我们接着来回答就是大家的问题就是当然他也是问到如果遇到重大挫折如果如何能够快速的恢复心情呃我想 这个重大挫折有可能是怎么讲每个人不一样吧那特别觉得自己有有机会被promote了最后呢没成或者说家里有人故去呃或者是什么情况就是那肯定就比较重大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样的能够来呃快速的恢复心情呃呃 然后呢如果你 credo这个看 chocolates 咯如果是重大那嗯14这种情况下呢 em或者是 macaroni tried to do 嗯那或者是損失啦或者是 loss或者是呃呃呃但就是呃就是刚才牛 我不知道具体的指的是什么 那也许是说 比如说失去家人 什么类似这样的 都是属于比较重大的 那么有一些 有一些情境的话呢 可能是自己去做的话 也许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但是可能还是有局限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你信任的人 是你的一个 每个人都需要有这种 叫support network 就是你的支持 支持网络 每个人都不可能 是一个人孤零零在世上 那么你的家人 你的最好的朋友 你能够信任的人 这些人呢 都会在这个时候 是你可以去仰仗 仰仗支持的 那有的时候在这之外呢 可能是根据你这个情况的 不同 可能会需要就是专业性的 比如说心理学家啦 或者是说这个counseling啊 等等去帮助你去调剂 也许是不管是你是一个损失啦 或者是比如说你的一个生意破产啦 对你重大的损失 或者是说失恋啦等等 也许是指的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么你自己的调节 以及你的social network 都是属于起到很大很大作用的 那么也许如果是不足的话 可能会需要有就是专业性的 这样的人士去可能起到 能够能够起到更多的一些作用 当然要找到你能够比较信任的 能够对得上查的这样的专业人士 但是前面两项 因为我知道在华人可能我不知道 像我本身 我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也会比较抗拒去找counseling 或者是去找psychologist 现在呢我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会在这个方面会有 有这种这个开放的一个心境 但是呢也是需要能够找对人 觉得会他能够适合你 让你能够得到信任的 这样的话呢就会去 可以去缩短这个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是肯定会是有的 因为这个过程就好像感冒的话 可能也会是需要几天 不管你是吃什么药 那你要一个重大的磋伤的话 可能也会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可能你必须得接受 必须有这个过程 但是呢也许在这个过程之后 你反而会成为一个更强的人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这个之间可能需要忍着 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但是呢就好像是任何有伤痛 不管是一个伤口还是心灵上的 它都有一个需要一个复合的一个时期 那么你就在这个复合的过程当中 也告诉自己这之后呢 也许天地会更光亮 你可能会更强壮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好 这个就是重大阻振 每个人都会 就是有这个support system 在关键的时候 有人可以能支持你相信你 那个愿意就是陪伴你度过这个比较困难的时间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如果身边的人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的到 然后呢找专业的指导也确实是非常重要 因为专专业人士毕竟受过训练 他能够从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framework的这个角度 理论和实际共同的角度来帮你梳理这个问题 就比较好能够解脱吧 就是人总要关键时候要不忘的 所以就是这个确实也是不容易的 对 那在下面说个问题 就是说有的人呢觉得就是自己给别人表达一件事情 说了细节都已经说完了 但是呢别人还来了一句什么意思 那他觉得是这个怎么破 都说完了对方还是说什么意思 那这个也有可能是 只有两种可能 也许是你说的不清楚 也许是对方或者是没有听 或者是说他的什么意思 是不是这种直接的 也许是话外有因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从你的方面的话呢 那也许就是要自检的是说 我是否是表达的这个表达的有效 那也许呢你自己会无法做出一个判断 那也许呢就找另外一个人 比如说别人也在听 是否别人听明白了 那如果要是说别人听明白了 那也许你讲的 不是说你讲的问题 而是说这个人他没有听明白 那你需要呢去换一个方式 怎么样去表达 那如果是另外一个人也听 也没听明白 那就说明也许是你的表达的问题 所以呢可能需要去看这个 这个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嗯是我觉得对于那个就是 语言不一样的这种问题倒还真是容易出现 有的时候你跟位高权重的人在解释一个事情 你说的越细人家并不喜欢听你说的太细 人家就想听你是从他的角度去说这个事 不是说从你的角度去说 我做了这么一大堆的detail 你看我做了这么这么这么大堆 然后呢 别人也许不是那么技术性或者怎样 就是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他只需要知道 他想他需要知道的事情 就是你要给他 summarize到高到那种 对他口味的 就是你需要知道一二三 这件事情是yes no 就是干货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是不是就能用别人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说 而不一定是越具体越好 特别是像我们公司的一些executive 他根本不需要你去讲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 他只需要去讲一二三过说清楚 一分钟讲的清楚吗 对或者是也许是侧重点不一样 也许是你在强调我们如何能够 我这些主意如何能够给我们开辟 新的一些市场 能够新的一些机会 如果是 然后对方呢 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去能够控制 控制成本 然后他就想听 他关心的这个 那也许你说了一大堆 他都他并不在意 那也许他也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就是说先了解观众 先了解你的观众 是先知道他的这个 一个是说他的注意力在什么地方 一个呢 也许是说 沟通来讲的话 人都有不同的风格 也许是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沟通风格 别人可能是另外的一种沟通风格 所以从内容和风格方面呢 你如果是更了解对方的话 你的沟通可能会更有效一些 嗯 这个用中国老话 就是知己知彼啊 对 好 那那个 我们后面不再问问题了 还有两个问题 请那个贝贝老师 简单回答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蛮多 大家都非常的热烈 那不问问题呢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你如果喜欢贝贝老师呢 可以打一 也可以留言哈 我们现在再接着回答两个问题 一个呢 就是如何跟三观不合的家人 每天相处 那如何相处 与三观不合的家人 每日要相处 无法避开的 如何与三观不合的人 前面一个问题是 三观不合的人 共情相处 那个 OK 第一个问题呢 好像还 好像是说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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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笼统 就是说 任何的人 那这样的话呢 当然你 就是说 你的社交圈 可能是 你有一定的控制 你可能 去有一个选择 你可能是更 希望跟你这个 三观合的人呢 这样的话 共情相处呢 就更加自然一些 那有的人呢 你可能选择 OK 我们也 话不投机 话不投机 那个什么 半句多 这种情况下 也许你选择 不去跟他 作为一个 一个朋友 但有的时候 你可能是觉得 OK 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挑战 那尽管是 别人跟我的 这个三观不合 但是呢 我是否是 在这种情况下 修炼我自己 仍然能够去找到 我们有共通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 这个 共同点之上 去建立 这种共情相处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平台 这也是 一个 一个 选择 那第二个问题呢 是三观不合的家人 这个 这个呢 的确是说 更挑战性 更大一些 因为那毕竟是家人嘛 你要是说 相处 每天 毫不开 要去相处的 这个呢 的确是比较 比较有挑战性 可能 如果 可能也是说 尽量的去找 尽量的去找 这个 共同的地方 有的时候 可能是 不合的那方面 就只好是说 用英文说 agree to disagree 就是说 取 我中文 我也说不出来 就是说 你保留你们 共同的地方 其他的 你就接受 是我们 就比如说 很多家庭当中 可能一个家庭 有的人支持 左派的 有的人支持 右派的 那现在美国的 就是这个 两极分化都已经 非常严重的程度 有的时候 在家里边 也是体现出来 一旦谈到了政治的话 就会崩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也许就 干脆就是 如果你们能够达不到 能够在三观像 在三观的这个基础上进行 进行 开诚不通 开诚不公的沟通的话 能够 如果 无法能够达到 就是看到彼此的视角的话 那也许就把这个方面 不同的地方 就放在一边 作为一个不去 不去点火的 天天点火的一个话题 就 集中于你们 共同的地方 你们有感情的地方 以此去逐渐的培养 也许 有的时候 也许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能够让对方呢 更愿意去听 你的见解 而不是说 有的时候 你越是这种 这种应对 越让对方 不愿意听 你在说什么 觉得你这个 都非常practical啊 就是上次有一个朋友说 他跟他老爹 政治观点不一样 那跟老爹呢 没有办法去讲 但是呢 他老爹已经 年龄大了 所以现在学会了 就是一谈到这个问题 就不谈 我就觉得 这个老人家 非常有智慧 对 求同存异 对 刚才我就要说的 就是求同存异 对 你争不过他 然后呢 你都是岁数了 你跟孩子闹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老太 老头呢 非常有智慧 所以在家里头 咱们要是能学 学会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也是 也是非常好 自己要知道 什么时候该shadow 就是不要讲了 因为你知道 在某些方面 观点不一样 那对于观点 比较一样的 那你就得要 实际的推 大力的表扬 是吧 这个就有的时候 你就要弥补一下 那有些地方 你没有办法 达成一致 在一致的地方 就多加点油 对 大家都 那个什么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吧 就是问 有没有 社商的书 来推荐 社商的书 来推荐 这个我得回头去 想一下 然后呢 给大家推 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一时 除了刚才 就是说提到的 这个一些 一些 怎么讲 很多是 比如说这种 那个 学术性的 文章啦 这种在学报上面 发表的啦 而这个 比较 比较通俗的书的话呢 我可能要去 要去想 应该会是有的 好 那我在最后 结束之前呢 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我们的二维码 那么这样的话呢 再回答大家 一两个问题 我们就 全部结束了 那这边 刚才 刚才有一个 有个朋友 问到这个 那个podcast 我想 应该是 因为我是比较新的 所以好像是 只有四期 我现在还有两期 正在属于这个 编辑的状态 还没有 然后呢 提到了全是白人 这个呢 那并不是说特意的去 去选择白人的 如果要是说 大家有好的 这个客人的 就是说这个 guest 去推荐的话 我是非常希望 能够也去 也去 有这样的 有比如说亚洲的 我们这个华人的 在这个方面 我都是非常 非常欢迎的 只是说刚刚开始 刚好是 起码我是有 有 men and women 都是有的 基本上是平衡的 但是 我会很欢迎 如果有这个华人 这方面的 真的 而且是说 我会更 更有兴趣 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 podcast里边的 这些题目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 怎么讲的 不是说非常的现实 如果要是说 在华人当中 能够去有兴趣 去讨论这些问题的话 我会觉得更 更加 更加有意义 那我相信 我跟你有 更多的合作机会了 因为 我们这边认识 很多非常 非常优秀的 非常成熟的 大咖的这种 不管是创业者 还是领导人 所以的话 我相信我们有 很多的思想的碰撞 那比如说 像我们现在这边 这个蓝色的二维码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填表 加入 是我们的 创业的深入交流群 对于已经在创业的呢 我们在里面会 有问题 大家都会像同学一样的 互相来请教 互相支持 也会有不同的 种类的 有什么 就是技术型的 或者是个人品牌型的 这些创业者在里面 那大家 互相学习 是一个蛮好的 学习机会 然后呢 如果是你扫这个 黑色码呢 是进我们这个 就是能够进创业大群 我们下面这个 两三个月会有一些 非常好的嘉宾 跟贝贝老师一样的 然后呢 来进行 在这边来进行讲座 我们已经确定的是 有这个 像沈翰老师 是Wi的投资人 然后呢 还有这个 叫保密吧 反正有几位非常 非常优秀的 在这边将来会来 跟大家讲 那好吧 黑色码 那你就 到创业群 要不然扫我吧 待会儿我给你私聊 行 那现在基本上 我们就 就已经到这里 就结束了 我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来听那个 贝贝老师 跟我们讲情商 社商 要不然我把最后一分钟 留给贝贝老师 没有 我就是把这个 我的联系方式 我再 再 放出来一下 那个 如果有人 刚才没有注意 没有注意到的话 对 so 欢迎大家的 继续的交流 好 OK 对 很高兴 今天有机会 跟大家交流 谢谢大家的问题 非常非常感谢 你这个 知道还在蜜月期 还没有 就来 就来那个 就第一次工作 就奉献给我们了 太棒了 没有很开心 那刚才就是 提到挫败 其实挫败 大家都会有的 那我这个 这是第二次婚姻 以前有离过婚 离婚之后 然后也有生活 就事业不顺利的时候 所以那个 有几年是非常郁闷的 所以我 挫败肯定是 也是 我是经历过的 那么挫败之后 能够站起来之后呢 就觉得自己 学到了很多 这样 我觉得每个人都在成长 其实 成长的这个过程 不一定是直线的 对吧 那经常是 实际上是曲线的 有的时候 很长时间 你都没有什么 人生的进展 经常是 甚至有的时候 过了好几年 你才突然来个 突飞猛进的 这么一个 窜 就是人生 就好像从 一下从一个阶段 一下窜到 另外一个阶段了 就是当你的 视野 人生 各方面的想法 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你整个是一个 跳跃式的 那都是积累 或者是挫折 造成的 就是你可能 挫折受够了 然后在自己内心 纠结足够长了 然后呢 你最后终于到了 你扩解而出的那个 对啊 所以古语说 天将将大任 与私人也必先 牢记筋骨 苦其心智 所以这个是 你的筋骨心智的 挫折 都是对你的 情商的一个 对你的一个 一个超越 对你超越的一个 一个检验 和历练 对 是的 是的 那大家有人进不来 那我看一下 我们那个 就是群管的 这个 WeChat ID 我给大家发一下 我们群管的WeChat ID 是 Y Y U N 这个 US US 它是我们的群管 对 请大家看一下哦 这个 E 云 杠 EUS 是 我们的群管 那就 请大家 跟它加一下 它就可以拉你到 创业群 那好 今天我们的讲究 就到这里 我就 停止录像了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周末快乐 谢谢 拜拜